2024總統大選 柯文哲破壞藍白河 讓在野力量分散 讓侯儀不幸落選 政黨輪替也化作泡鏡 現在甚至傳出了社團 在醞釀要比較當年 把韓國瑜拉架高雄市長的 罷韓模式要罷免侯儀 不管在哪一個職位 我都會潛力以赴 我會守護中華民國 這段時間請假去選舉 我要在這裡 給新北市的市民說一聲抱歉 我一定會加倍和我們 潛力以赴 侯儀承諾會重拾市政工作 彌補市民 藍尾也不憂心 因為侯儀才不會輕易被罷免 侯儀不會像四年前的韓國瑜一樣 會面臨罷侯危機 你今天賴清德 你的選票也不過40% 你是一個少數總統 難道他覺得他沒有受到教訓嗎 他覺得他的40% 他覺得票很多嗎 戰將新科國民黨不分 持立委西隆隆介也讚瞎侯儀 怒敲民進黨側忌 別妄想重演罷免市長 官山勾結的台南市 不是更應該罷嗎 開槍那麼嚴重88槍 光電弊案 性招待 這個不罷 你說罷一個經過民主選舉選輸的人 如果民進黨願意下定的話 我就奉陪啊 除了信隆介戰力十足 這回可是有不少高升量戰將進入國會 像是國民黨排名第一的韓國瑜 就有望成立院龍頭 而從議員轉戰立委的徐曉欣 和羅志強 還有民進黨自詩 柯黑一號的王世堅等人 各個都是明星級的人故 讓未來的立法院精彩可奇 國會這次太精彩了 都是蠻知名的人 然後大家都一起進到國會去了 未來會是大家萬壯竹目的焦點 新客立委2月1號就要報導 國會將迎來新氣象 立院龍頭花落誰家 很快就會揭曉 記者楊千號去過號 SN小組台北報導